好來,大家我們就把你的筆記本先翻到,我不知道第幾個了耶 應該是這課的第幾個 幫我看一下 第八個,好來,第八個叫做on2 on2跟into其實差別在那個方向 簡單來說就是那個方向 所以你看他這個圖片有沒有,這個是往上的 所以on2是一個界隙字 所以簡單來說,備註一下他就是到什麼的上方 他強調是一個方向 好了,可是沒有交去,我們沒有交出這種東西 就是on2,in2大概就是兩個 超上去界隙詞,這樣就好了 等一下,這個我檢查R2 好,再來下一個單字,這個還好,沒有什麼要補充的 再來下一個呢,一樣啊,它是兩個字,學到什麼字? 變語嗎?對,所以ahead of 先看一下什麼叫ahead head的是你的頭,ahead的是在什麼什麼之前 所以你要備註的地方,來 第一個ahead of呢,它通常後面接著是一個獸格 1,備註一下喔,寫個人物不夠 你幫我寫個o,它是一個獸格 所以ahead of me,ahead of let 它基本上接著是獸格 然後它的中文意思呢,就是預先或者是領先 好的嗎? 再來寫個2,那ahead這個字呢 基本上我剛剛不是說嗎? 所以我們如果今天有人跟你說,欸,go ahead 什麼叫go ahead?去個頭嗎? 不是喔,什麼叫go ahead? 它其實它就是鼓勵你,就繼續往前走吧 就去吧,它就是鼓勵你的一個方向 go ahead 好嘞,ok囉 好,願意做得有點移動,對 再來下一個單字,往下了齁 再來下一個的部分是,生火 這個是我們上次上過吧 嗯?不對,不是點到了嗎? ahead,再來下一個,這樣做 hut 好啦,這個字你看它的圖片應該就知道了 幾隻腳? 一隻,對,所以單腳跳 這個字的中文呢,叫做單腳跳 可是如果是兩隻腳呢? john,對,寫上去叫john 所以一隻腳叫做hut 兩隻腳叫做john 那大概會用到這個字的就是那個兔子啦 那這裡他幫你寫的是bunny 是因為bunny是灰色的兔子 好,再來下一個,這個還好,有沒有 再來下一個單字呢,叫做drown 這個字你看圖片看得出那掉了嗎? 他有兩隻手在外面,我看到了 就是溺水了或者是淹死了 那這個字呢,通常,記住喔 通常如果你要強調快溺死了 他其實是被動的 可是如果今天他講人,drowned 這個字他就是自己把自己燕死 就是溺水 比如說he is going to be drowned 他就快被水給淹沒了 那個時候就變被動 所以這個字可以是主動 可以寫被動 他就是規則,加一滴 好,再來下一個囉 下一個呢,叫做quase 名詞的時候,猜猜看這什麼 不是地方 對,它是一個名詞 你不知道,還在這裡 第一個,當名詞的時候 它是名詞 那所以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要寫的是 第一個,得到什麼名詞 名詞我們用的是one 然後第一名,不要了 雖然我都跟你說 敘述前面一定要加了 可是名詞的時候不需要 所以第一名叫first place 第二名叫second place 第三名呢 third 對,place 是因為它當名詞的時候 就是那個名詞 就一個而已 所以我們是不是加一次的 所以win,first place win,second place 然後這是第一個 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然後第二個呢 如果你要強到名詞的時候 這個時候的place 可以等於price first price也是第一名 second price也是第二名 third price也是第三名 所以price這個字呢 除了換成獎勵之外 獎勵之外 它也是一次 還有喔,還有喔 好,一二三個號 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記得要呼應 再來下面呢 要寫的是它第三個的意思 那當動詞的時候 我們在這邊 在這裡 來,先寫一下 當動詞的時候 叫做代替 所以呢,有時候 它本身呢 叫type 1 place 就是把它變成 欸,不難講動詞啦 這個字當名詞的時候 除了地方 除了翻那個 代替那個東西之外 這個當名詞的時候 那個type 1 place 就把他的東西 他的住的地方 他站的地方 給拿走了 所以就是代替 然後最後寫個4 第二個呢 它當動詞的時候 叫做放置 Don't place your book here 不要放著書 放在這兒 所以place呢 還可以翻唱安置 或者是放置 在這邊 4 這樣 好了齁 所以1當名詞 是名次 2當名詞 是地方 3當名詞的時候 是代替 4當名詞的時候 是放置 那因為名詞 本來第一個已經寫好了 所以我就不寫了 最後寫個5 叫做取代 代替完之後 那個詞叫替代 叫replace 叫做re 這樣就變取代了 它是一個動詞 取代 或者是替代 ok 再來下一個 叫做bank 不是銀行喔 你看這個圖片是哪兒呀 看得出來吧 河岸 對這個字呢 強大是河岸 河岸 那知道 在台灣到底可不可以在河邊烤肉 看地方嘛 因為畢竟你還是製造批用2.5 所以其實也不ok 所以真正要寫的 寫個1 寫個re-re-bank 在這裡 也不寫re-re-bank 就是河岸 簡單來說就是河岸 然後寫個2 叫做bank當名詞的時候 當然是銀行 寫個3 那銀行家咧 banker 對 把b-a-r-k 加上er 就是銀行家 好 再來 R2 最後一個單字 最後一個單字是 get even 好 好 再來get even 先寫下 叫做報復 為什麼 因為even這個字的意思叫做扯平的 所以不要說我們現在已經三年級了 不小心被那個人打到你 你還是會很不客氣的打回去 有沒有 然後再打回來 再打回去 然後永遠就是在那邊打來打去 就像猴子一樣 所以呢 基本上我們人呢 什麼都能吃就是不能吃虧 所以有時候人家打到你左臉 合理來講應該怎樣 打回去嘛 可是上帝說的不是這樣啊 人家打你左臉怎麼辦 右臉給他打 右臉給他打 對 所以第一個 來吧 get even這個字呢 它是一個不定詞篇語 其實呢 你要備註了一下 我們課本到時候會學到 第一個 像誰報復 叫get even with 它不是to喔 它很特別它不是to 它不能用to 所以對誰報復 叫get even with somebody 等一下課文我們會再看到 好 那even這個字到底它真正的意思是什麼 寫個2 even呢它真正的意思 如果當形容詞的時候 當形容詞的時候 第一個它是扯平的 譬如說we are even 我們兩個人扯平了 平等的 我先扯平的好了 好了嗎 然後再來呢 我們第四次在學那個比教級的時候 其實我沒有學到這個字 當副詞的時候 它叫做甚至更怎麼樣 所以much better even better a little better far better 這些字的後面呢 它叫做甚至 後面必須接的是一個比較級 甚至更怎麼樣 所以記得呢 它的後面要接的一定有一樣 記住它一定要有一樣 不要忘 好 r2的單字就到這邊 再來我們就直接看r2的課文喔 那上次因為動畫沒看完 我們這次把它看完 我們要確定一下我們的路 好不好 來那麼吧 那個動畫2把它看完 A story about the Chinese zodiac During Chinese New Year Chinese people like to talk about the animal sign for that year However, not everyone knows how the twelve signs of the Chinese zodiac came to be Here is one story somewhere above the clouds The Jade Emperor was having a meeting with all the animals Naming the Chinese zodiac has troubled me for weeks But now I know what to do The Jade Emperor rose from his seat and continued I will hold a swimming race for you And the first twelve to cross the river will be the signs After the meeting, Cat told his best friend Rat that he wanted to win the race But he had always been a poor swimmer Rat, however, told him not to worry Ox is strong and swims fast Let's ask him for help Rat said The day of the race finally came When the race started Cat and Rat jumped onto Ox's back Thanks to Ox They were able to cross the river ahead of the others When the finish line was in sight Rat was only thinking about winning He suddenly pushed Cat into the river Popped off Ox's head And won first place Poor Cat almost drowned When he made it to the river bank The race had already ended Since then, cats have stopped being friends with rats This is why they are always waiting for a chance to get even 因為你們中文版的應該都看過 所以應該大概知道原因 可是實際上是不是 這就是捏造的啦 不要想太多 好啦,那我們就往上看了 所以來課本的第三頁 所以The day of the race 第一個把這個The day of 這個of 圈起來 其實這個of叫做的 什麼什麼什麼的 一定是從後面往前搬 所以呢,那個The day of the race 其實就是比賽的當天 那個The day就是限定那一天 所以你會發現前面有個The day 後面有一個The race 因為它都有限定 所以這個記得喔,它就是The 強調那個比賽的當天 那個日子終於到了 所以那限定呢,就是那一天 好,再來往下 再來When the race started 好,把這個started呢寫給The begin 兩個其實幾乎都沒有什麼差別啦 請問你Begin的後面是J2還是JNG 印象中 你們覺得它加2還是JNG 都可以 對,它是都可以的 它可以接2 它也可以加JNG 都行 OK喔 所以呢 當那個比賽一開始的時候 Cat and Red jumped onto 好,把這個jump onto 畫一下喔 強調就是那個方向 它一跳就跳到那個ox 那這個字唸的時候 要唸oxes 不要一撇嘛 一撇的 有沒有,就一跳 就跳到那個那隻牛的背上了 再來 Thanks to ox 好,把這個Thanks to 兩個字掛號 多虧,幸好,還有 所以我們這裡幸虧有魚 有那個這隻ox 然後幫我們把這個ox的旁邊寫oxes 這是複數 兩隻,我們用oxes 不加yes喔 這是兩隻以上 那因為多虧的那隻牛 那牛很工藝嘛 很老實嘛 They were able to 好,第二個 把這個word able to 寫得等於could 其實是ok的 中文就是可以,能夠,怎麼樣 were able to 三個字喔 所以I am able to 就是I can They are able to 就是they can 那為什麼這裡用的是could 他們呢,可以train那個河 而且他這個河的狀態是什麼 把這個ahelo 兩個字關號 他們兩個呢 是遠遠的超前 那超前呢 後面那個the others的s圈起來 記住喔 這個s呢 指的就是那個 剩下的 剩下的那些其他的動物 所以the others 就是要限定所有 有參加的這些動物 限定 第二個呢 再來幫我們把那個 Thanks to寫個 because of 再寫上去 剛剛沒寫到 或者是你寫due to也不算錯了 好嗎 the next to due to because of 都是 好再來第二個ahelo 剛剛其實你們已經寫到 反正就是超前的一字 好了嗎 所以因為有牛的辦法 他們呢 一開始 除了可以穿越河之外 他們因為水油嘛 如果有牛來講 速度有更快有大隻 所以他很快呢 就超前其他的那些動物 再回答 finish line was insight 好吧 這個兩個字 insight兩個字 insight呢 是你的視力 所以所謂的 insight的意思 其實就是你看得到的之後 所以這裡 insight呢 叫做在視線範圍之內 你看得到 第二個呢 其實finish line 你們有時候看到 會是這樣子的 finishing line 為什麼用finish 是動詞 如果我要收拾那個名詞的話 前面應該把它變成 形容詞的方式 第一個把它變一件事嘛 所以它的相反 叫starting line 那就不可以寫start line 就是我們還是用 starting line 跟finishing line 所以起跑線 對 起點線跟重點線 好了沒 那第二個 如果insight 是在視線範圍看得到 而且我看不到 相反 在這裡 這樣 out of sight out of 就是完全看得到 所以你們正常 你們現在的視力 台灣全世界視力 是最爛的第二名 我們戴眼鏡也是全世界最多的 不是第一就是第二 反正我們還蠻驕傲 是我們還得榜上有名 可是要驕傲嗎 就你們平均的視力 大概是0.8或0.9 絕對不能到1.2或是1.5 你現在視力1.5的舉手 1.5要好好保護你的眼睛喔 因為以後空軍 以前空軍規定本來是1.5到2.0 現在他們已經退到1.0就好 如是啦 不能戴眼鏡啦 因為空中你不可能戴隱形眼鏡 然後戴那個眼鏡的話 有時候有一個水蒸氣不方便 所以呢那個out of sight 就是看不到 你的視力大概就是一一 黑板這樣子你看得到 是因為你戴眼鏡 不然的話實際上可能難了 好了 所以when the fish light was inside 當他們一看到那個重點線的時候 run was only thinking about 兩個字關號 為什麼加ng 第一個往這個字化 因為前面是V動詞 所以後面只好加ng 把它變成不是動詞的樣子 第二個這個winny的ing 往這個字化 因為about是介系詞 所有的介系詞後面沒得講喔 你一定要接ng 所以這裡兩個ing的原因是都要往前看 所以一看到這個重點線的時候 那隻老鼠滿腦子 只有想要得到那個名次 他不能輸 他的個性就是輸的 一定要贏 所以他一懶腦子呢 只想得要贏著這件事 好 大家往下 所以會這樣怎麼辦 怎樣可以 他在怎樣第一個 他最小一隻啊 所以he suddenly pushed cat 好把這個sundly的ly 往這個字化 所以他突然 因為冷不防有沒有 突然這件事 不然的話怎麼可能贏得了他 所以第一個sundly呢 往這個字化 修飾的就是push這個字 第二個呢要把這個push into兩個字一起化 把a推到b裡面去 所以他就把那個那隻貓給推到盒裡面去了 還沒完喔 所以第一個動作是pushed 寫個v1 第二個hubbed寫個v2 所以倒數最後兩個東西 中間你要加個andv3 所以這裡的and是因為他連接了三個動作 第一個動作是他把貓推到盒裡面去 第二個呢 他的動作是hub off oxish head 那個off就是遠離 所以他單腳就跳離了那個牛的那個頭 第三個動作也因為這樣one first place 好再把這個first place 這個first 前面寫個l打叉叉 平常敘述這要l 可是名次的時候不需要 好了沒 所以呢 他其實是為了贏得名次 無所不用契機啦 所以第一個 他不想要輸嘛 那怎麼辦 第一個先消滅次要敵人 第二個再消滅你的主要敵人 他也不用消滅 因為牛的動作比較大分 相對的他的反應可能也不見得那麼快 所以你會這樣 剛剛在寫說pushed into 就是把什麼人推到什麼地方去 可是第二個push出的推之外 然後備注一下可以翻成有點 慢慢push我去念 push應該翻成勉強 你翻成勉強好 促使 你寫促 不是那個隔壁那個促使喔 你聽得懂剛剛他講的嗎 這個促 促進的促 是十一動詞的使 對對對 可以還不錯 這個翻譯還可以 好了嗎 所以再來剛剛我有說 我們就是從什麼地方遠離嗎 好 最後 名次 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然後那個第一名那個one的旁邊寫個take 當然你可以寫took 你如果怕時太忘記的話 你可以用took 不要寫take 沒了 OK囉 那place剛剛你們都寫過了 我就快速再讓你看一遍 如果剛剛沒有抄到的 就這樣 好 也因為這樣他就得了第一名 也因為 可是呢 要念這貓一開始他就說了啊 在這裡 我回來我們的r1的地方 他有說一句話喔 他說 在我沒有比賽的更早之前 所以呢 他比這個字更早之前喔 他想要贏得比賽 可是比贏得比賽的更早之前 他一直以來都是這種狀態 所以had been a poor swimmer 所以他早就已經不太適合游泳了 不太會游泳了 更方便比賽 對不對 他是突然被推下去的 所以呢 可憐的貓喔 almost trell 這個狀態就是nees 差點隔壁了 when you've made it to 把這個made it to 三個字關號 一定直接被搶 就是成功 然後他最後終於成功了完成這件事 然後這個it呢 為什麼只能用it 不可以寫list 不可以寫lat 他真正的動詞 真正的主詞在這 叫to love re-remembert 他最後終於努力游到河岸的河岸的時候 the race had already 好 第二個把這個had already 這個had 我畫到這裡來 因為比這個made更早發生 假設他三點五十分 終於游到河岸 其實可能三點半 比賽早就結束了 所以這個had呢 強調的是比過去式還要更早發生 所以記得了 那為什麼要had 因為比made更早 所以他呢 比賽早就結束了 所以since length 好再來 我since把這個畫到這來 然後找個位置 找個空位幫我寫上去 我寫在這 since前面接什麼? PP 而且你們現在開始要寫的是 have加PP 記得喔 以前我都直接叫你寫since前面接PP 有沒有 可是現在不行 因為現在你有have加PP 你有had加PP since後面接什麼? 好 ED很好 不會可以回來位置做了 所以這個since呢 我可以整個搬到這個字來 我可以整個搬到這裡 可是因為你的完成式的關係 所以即使你這裡加ED 因為我是強調時間嘛 所以我還是要動號 後面呢 一樣 還是喊加PP 所以不要被騙喔 記住 這裡還是一樣要接 還是接PP 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到現在 你現在看到了哪一隻貓 欸有 我認識的那個他們家的貓 是被老鼠追的 所以他看到老鼠 他比較怕 他怕老鼠 所以有不是真的現在一定是貓 一定是咬老鼠啦 只是天性來說的確是這樣 可是如果從小就是加貓的話 其實他看到那個不習慣 或者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他們其實第一個直覺 還是會先躲起來 會 所以已經會這樣 從那時候開始 他們呢就已經停止了這個動作 什麼動作 很好笑喔 叫stop being 來吧 這個stop being 兩個字光號 其實這個being呢 就是成為啦 或者是making 你可以寫making 就比較了解了 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 他們就已經停止這個動作 什麼動作 就是跟老鼠當朋友 所以being friends with 就是making friends with 他們再也不跟老鼠當朋友了 再來this is why 那why的後面寫個主詞 就是lay 動詞就是r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他們永遠呢 叫waiting for 好 他們一直在等待 等待一個什麼東西 叫chance to 這樣個自己關號 就是我說的嘛 什麼都吃就是不能吃虧 對不對 所以他們呢 這就是為什麼他永遠真的等待這個機會 這個機會是要去做這件事 什麼事 get even 他們一定要報復 不報復呢 此所不報復君子 雖然他們也不見得一定是君子 所以get even with 記住就是向誰報復 好了嗎 好來 那就到這邊囉 誰下面這邊都沒有 就自己稍微看一下就好 給大家看